82. 陽城晚報 多頭奪會主動權上行突破刑需努力 2015年7月18日財富周刊古今A09延續此前兩週經心動拍的大動盪走勢 本週A股市場依然大開大合,但氣氛已大不相同 正如本蘭上週所言,一個階段底部初現 多頭重新佔據了上風,主導了行程 下週,擺在市場面前的一個首要任務是半年線的修復 創業版,中小版已須先向上突破 落在最後的市心城址,夾在其中的戶指環差32個指數點 就將留下的一個懸念,有待下週初揭開面紗 市場仍取極端走勢目前的走勢還是極端的,尚未完全恢復常態 最近十多個交易日,要麼就是上百個千隻股票跌停板 要麼就是過百上千隻股票漲停板 天天如此,這種極端走勢事前所未有的 這令市場進入了一個隨障隨跌的模式 各股基本失去過性,這是不正常的狀態 當然,這是特殊時期引發的系統性現象 而不是這個市場本來所具有的 即使是此前的隨障隨跌 也不會是這種要摩集體大漲,要摩集體大跌 而是有節奏感的輪動 這是不可持續的,估計下週開始將逐步淡化 未來,要做好股票,還是需要精選具體品種 以品種制性,正因為這種極端走勢依然存在 當前市場市仍未走出古災陰影的,仍需要各方力量繼續努力 像週四,在大家幾乎一致預期將再次上演黑色星期四之時 多求主力在開盤之後的五分鐘便猛延出手力玩大舍狂難 大盤神速回到紅盤區域扭轉形勢 避免陷入再次大面積大跌的吏鬧 這是主力的高明之處 否則,在交割日魔咒的威脅下 市場將難以有週五這樣一個大將的喜人獨面 並得以進一步穩定住市場 也穩定住市場的心理預期 四千點仍是重點空頭的勢力在政府的強大攻勢面前被大大壓扁 但並非全面敗退 週五,十四時三十分之後 大盤持續回落 成交情況大狀態 就是空頭勢力的一次反撲 讓人因爲的事 這次盤中回調雖然持續自收盤 但總體回調幅度不算特別大 在戶子而言也就是四十多個指數點而以 大概百分之一左右 相對於當天百分之三點五的狀況而言 這個上影線不算太大 顯示多頭氣氛佔據了絕對優勢 從技術分析看 週五美盤的這個回調 正是源於對半年線和四千點整數關口的畏懼 當時的最高點三千九百九十四點正好光哥碰到半年線 距離四千點指尺之搖 所以說 下週初 市場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收復半年線 收復四千點大關 上週本欄已經指出 技術上的焦點集中在四千至四千一百點區間 這市中短期關鍵位本週週一週二兩度上過四千點 但最終還是回落 關鍵時 這裏不但有半年線 還有一條波段壓力線 雙重壓力在 導致反彈的第一波就在此結束 週五 雖然半年線未能收復 但創業版 中小版已經收復其本身的半年線 而胡子也已經向上突破波段壓力線 短期形勢是偏樂觀的 不過 四千零五十點附近還須要確認向上突破 多頭才叫原性空頭 這場牛市保衛戰才可以高一段落 仍然要提防空頭的反迫 四千二百點是第一道關口 再向上 四千三百五十至四千四百五十點區域將遭遇更大考驗 金谷明 正圈評論緊供參考投資入市風險自擔金谷明 至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